而統一隊呢則是在最近的五場比賽當中贏了四場 先來看一下費古洛 今年球季出賽的七場四十一點一局當中被敲四十三支安打 其中包含了一發全A打有二十四次多三陣以及九次四次球 張正偉手機的安打率蠻高的 又打出安打 抓到一個內角一個位置的一個球呢 帶出右外野的一個平非安打 我們看看在內角的一個滑球掌握得很好 最近他的狀況真的是相當相當好 昨天兄弟相對呢 最後也只出現兩支安打而已 一個就是張正偉所打出來的 另外一個則是黃士豪 雷上跑的走了 這就捕手接球最後要傳二壘傳過去 Safe 一個成功的一個道理 這個球要說的話就是張正偉的起跑 還有離壘的距離有進步 起跑抓得不錯 再來就是陳俊輝拿到球以後有多頓了一下 多頓了一下 差不多就多跑了一到兩步的一個距離 這個球陳俊輝又傳歪 也失去這個機會 謝謝